我 我哥从小就做过梦 半夜经常惊醒 所以你们最好 还是分房睡 而且我哥 已经喝了中药 现在应该也休息了 齐英苏 你最好识相一点 不要去打扰我哥 博尔 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嫂子 说话别太过分了 好啊 那我这个小姑子 就祝嫂子早日怀孕喽 博尔 别闹了 再闹上去我收拾你 这么晚了 赶紧回来睡 对不起 乡村 要不是为了留下 这个等之不易的孩子 我不会阻止伤害你的事情 对不起 博尔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以后啊 少跟他吵吵 闹大了 那家里人的面子都过不去 啊 江村 你打算跟我一直这样下去吗 你半夜做噩梦 那病早都好了 你就是不想跟我在一起 我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安安阿姨 给的药再多有什么用啊 就不说博尔了 就不说博尔了 马杰他们背后怎么说我的 你知道吗 你道理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今天晚上你睡在这儿吗 那你呢 一小时以后 去书房睡 明天早上回来 他们一定不会发现 不行 你今天一定要跟我一个交代 交代 什么交代 什么交代 我不管你为什么娶我 但你既然娶了我 你就要对我负责 我想要个孩子 我有了孩子我才能安心 孩子 我做了 两年了 江江傻小时下下 都盯着我的肚子 你知道吗 他们背后什么样的话 都说得出来 所以我要有个 自己的孩子 这样他们才会闭嘴 我在江家才能立足 有没有孩子 你都是江太太 江太太 江太太随时都可以换 可你亲生的儿子不行 明白了 我会尽量地给你安心 但是我家说过了 我们又要生孩子的情罪 怎么睡觉醒了 我这样银行 Chaos 我26代 我26年 rode音构 江太太 太随时又 solutions 一个中国月 你过下一世 你坐下 我们哼 Tina 使人在那个 行吗 给你们一次 对不起小姐 这个不能擅自拆包装的 必须购买之后才能阅读 那我就要这个了 一共四十八块钱 给 找个东西 谢谢 可以让我 这个像 年轻企业家装书 您对婚姻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认为婚姻使我更加坚定 期待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甚至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 连孩子都不跟老婆生 还需要美满家庭 不跟老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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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能为谁生的 不是 那我姐怎么办呀 dasunday 这 明天 出道 那 是 我叫霍芝 在这方面你很有自信 希望等待你的好消息 来 吃饭了 叫完没下车 霍老师 像你现在这么爱钻研幼儿教育的老师 确实不多了 我有个问题 需要你如实回答我 像你这么优秀的幼儿教师 为什么会辞职 我 是想换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 对 我看了你的履历 可惜啊 你只有至高的学历 这样吧 霍老师 你回去也得我们的通知 我是被拒绝了吗 谢谢啊 不客气 霍老师 张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啊 真是你啊 你也来面试 哦 你也是来面试的 嗯 网络上不好的传闻 影响了幼儿园的效益 王院长想尽办法维持运转 我想来想去 打算换个工作 是因为我吧 不说这些了 哦 对了 你没说之前 幼儿园走是孩子的事情吧 霍老师 千万不能说 不说是对的 要不然找工作 会很麻烦的 听你这么一说 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很愿意吧 那我先进手啊 嗯 再见 好 像你这么优秀的幼儿老师 为什么会辞职 我看了你的履历 可惜啊 你只有直高的学历 你没说之前 幼儿园走是孩子的事情吧 不说是对的 要不然找工作 会很麻烦的 我告诉你 真是我在帝国上 画的那个无德老师 就是他把我们家统统 扔到大马路上 不管了 对啊 我们家统统统统统统 好 这是我的 我说过之 您是园长啊 什么 我被露起来 真的吗 被露起来 太好了 谢谢你了 远长 行 我明天就去 太好了 喂 姐 我被录起了 我明天给你上班了 那就好 我正为你担心呢 小植 你没跟那个单位说 之前被辞退的原因的 我没说 那就好 我就放心了 那就好 我就放心了 你没说不代表撒谎对不对 只是没说而已 可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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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 小雅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我不知道货之在哪儿 可小植除了你 就没有别的朋友啊 能找的地方 我都找了 连副理院我都去了 可冯院长也不肯 告诉我小植在哪儿 小雅 我知道我妈这次 太过分了 可小植这么躲着我 也不是办法 总得给我个机会 让我解释清楚啊 你太抬拒我了 你们家霍之交友满天下 谁知道这会儿 在哪儿享福呢 说不定找到更好的 早把你忘倒后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小植跟你说了什么 不可能 我妈说她亲眼看到 小植跟别的男人 进的酒店 这怎么可能 我不相信 你告诉我是不是这样 你干嘛 你弄疼我了 干嘛呢你 对不起 对不起 小雅 我求求你告诉我 小植是不是真的变心了 我不知道 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有别的男人 我刚刚说的都是气话 反正我认识她这么久 她心里只有你一个 我就知道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小雅 我一定要找到霍枝 当面问清楚 然后 然后我再去跟我妈 解释清楚 陈敏说你那个脑回路 到底是怎么找的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了 你觉得跟霍枝 还有可能吗 霍枝跟你在一起三年 就被你那个妈 欺负了三年 可你呢 是 你是表面上护着霍枝 可哪一次到最后 不都是你死求活求的 都是霍枝让你那个妈 这也就是霍枝 要是我 早跟你分手一百个来回了 你还找着干什么 不管怎么说 我们不能这么 不明不白地分手啊 我一定要找到霍枝 当面问清楚 你想干什么 别让我说中了 你嘴上说不相信 霍枝会劈腿 其实你心里 还是信你妈的 是不是 要不然你找霍枝 出来干什么 陈敏生啊 陈敏生 霍枝没嫁给你就对了 啊 修雅 放开 放开 陈敏生 看在我们相识一场 我好心告诉你 现在的霍枝 已经不是你和我 认识那个霍枝了 就算你找到他 也是浪费时间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不管怎么说 我一定要找到他 博尔 哎 马杰 这是什么呀 我看 这是英素的 这是英素的 你别乱动 这是我们姜家 齐英素 不会想穿这个 勾引我胳膊 什么无悔之物 马杰 太太 来 我有两件衣服找不见了 你看没看见 工作 今天有空吗 带你去个地方 好啊 特朗 去哪儿啊 带我一起呗 先别闹 走吧 今天还只能你跟我去 我划手 好啊 嗯 你看看 你看看吧 你看看吧 姜村 你什么意思呀 我那天确实说话有点重了 可你也不至于让我离婚吧 先看看 我不看 不管你什么条件 我都不会离婚的 其实那天你跟我说的 我想了一下 你说的有道理 你今天一定要跟我一个交代 你今天一定要跟我一个交代 交代 什么交代 我不管你为什么娶我 但你既然娶了我 你就要对我负责 你想要留在我们姜家 想要给我生个孩子 不就是想要一个安全感吗 对吧 仔细地看一看 这是我转让的 我名下的百分之一的决定 我不看 不管你看什么样的条件 我都不离婚 不行的话 咱就找爸爸秘里 看他答不答应 姐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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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做就是来给你安全感 我要的不是这个 你要的我给不了 你明白吗 我过两天去上海处队 我希望你冷静一下 你签了吗 要去上海 在你那个前面有贵子吗 我工作的事情 你可以不问吗 为什么我的老婆 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我不能问呢 江村 你既然跟我结了婚 做不愿意生孩子 那你为什么娶我 你能问你自己吗 你说你转让百分之一的股份 给秦英素 老爷子知道你怎么跟他解释 看在咱们是老同学的份上 我劝你一句 你要是后悔跟秦英素结婚 那就跟他离了 如果你不想跟他离婚 那你就跟他生个孩子 废不了你多少事 如果一对父母互相不爱彼此 那受伤的只能是孩子 我已经牺牲了 我的爱情和婚姻 我不能再牺牲一个孩子了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难道这一切对你真的一点都不重要了吗 姐 你怎么来了 我就是路过 顺便来看看你 你今天第一天上吧 怎么样 挺好的 孩子们都特别喜欢我 我先给你倒杯水 这是你买的书吗 是啊 我就是觉得好奇 想知道 这个江村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人 姐 你怎么了 是生病了吗 孩子哪儿不舒服 是不是江村又欺负你了 他就是那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没有 他对我挺好的 你就别瞒我了 他连那种话都说得出口 他说什么 他说 他那天在医院 说我该减肥了 他这人就这样 不会说话 但是他人还是挺好的 只是不会表达自己而已 反正过日子的是你 你觉得他好就行了 对了 今天园长跟我说 我可以搬到员工宿舍去住 怎么 你要搬走吗 你觉得这儿不好 没有 这儿挺好的 只是我不想再给你添麻烦 特别是知道了江家是什么人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你有个脱油瓶的妹妹 再让她瞧不起你 怎么会呢 小智 你误会了 谁敢说你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我不能总这么依靠你 以前是没办法 现在我有工作了 我想靠自己去生活 姐 姐 你放心 我认了你这个姐姐 你一辈子都是我的姐姐 不管我搬去哪儿住 我们都可以经常见面的 那好吧 只要别让你急 也找不到你 是 你不要再来了 都说了我不知道小智在哪儿 你再来多少次也没有用 喂 是陈领生吗 是我啊 你谁啊 你想找到霍芝吗 他就在春天国际幼儿园 你怎么会知道 你在哪儿 陈领生 陈领生 你可千万不要让我说 是他 你是 我是他为婚夫 我们俩之前闹了点小别扭 呃 院长 您带我去见他吧 呦 他刚刚有事请假走了 才走了不久 这么巧 院长 是不是 他不想见我 才让你这么说的呀 我不知道你们俩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 再说 我也没有这个必要啊 那您能告诉我 他现在住哪儿吗 或者 把他电话号告诉我一下 你不是他的未婚夫吗 怎么连个电话都没有啊 他在之前的幼儿园 出了点事 换了电话 我一直都联系不上他 他在之前的幼儿园 出了什么事啊 好 就这样 好 就这样 哥 你干嘛呀 工作很快就给你打钱了 你不要整天在外面 纸醉金迷 你干脆把你那个书 挖关了得了 哥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你跟爸挣那么多钱干嘛呀 要不是有我这个 白家子儿在 你们得多没成就感呀 你真不要脸 我是你亲妹妹 我现在花了你多少钱 那个秦英素 他快把百货公司 搬在家了 你怎么不说呀 你怎么不说呀 别整天拿你嫂子说事啊 人家有你花得多吗 人家那是小打小闹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是要给我 一笔一笔算账了是吗 我不跟你废话 我明天去上海了 我不在的时候 给我老老实实的 我问你再要钱 我一分钱都没有 你到底还是不是我哥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你到底是不是我妹妹 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问吧 我恨死你了 姜村你是个笨蛋吗 你看不出来秦英素 她就是个浪女吗 早有一天 得把你榨干了 哎呀 气死我了 我还整不了 这个秦英素了 好 喂 真的 那你快发给我呀 哦 好 好 秦英素 我赶紧没完 我有一个女记得朋友 这两个月 都在酒店拍明星 没想到拍到这样 女的是你嫂子 那男的好像不是你哥呀 那男的好像不是你哥呀 我给你 那个我给你办登机盘 推进行李 你把那个身份证给我 好嘞 等我一会儿啊 喂 谁 你嫂子 你别问了 你赶紧过来 知道了 heaven ele 她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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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他 他 他 好 休息一会儿 你到底怎么了 你脸色真的很不好啊 我真的没事 是不是江村又欺负你了 这是我跟江村的事 跟你没关系 说你 你肠胃也不是很好 能不要喝酒就不要喝酒 王家文 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好 我们不能再错下去了 我也不想对你好啊 但是这么多年我习惯了 我改不了了 你说如果当年没有江村 咱们俩是不是可能 不可能 就算没有江村的话 我俩也不可能 我知道是我没用 我没本事 我除了比他爱你 什么也比不过他心了吧 其实呢 我也不图别的 我觉得他在我现在 就特别的好 我不愿意 黄家文 咱今天就把话说清楚吧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是个意外 意外你明白吗 是不能发生 也不该发生的事 如果你这辈子还想见到我的话 就把这件事情梦得一干二净 跟谁也不要说 你知道吗 那天晚上是我喝多了 是我的错吗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行了吧 我想过了 等这支广告拍完以后 我就会跟公司解约 没必要的话 咱们俩不要再见面 你坐 你干嘛 江村 你不是在上海吗 伯爺跟我说你出事了 我来看看你 借一下老公的义务 现在看来 多余了 秦英素 你可以呀你 我哥前脚去上海 你后脚就被人看着了 你就这么急不可难了 我们江家哪儿对你不好 你非要给我哥带 这么大一顶绿包子 家村 你给我借秦英素 我告诉你 这个家里只要有我在 你就别要占一点便宜 我看你这次怎么办 你什么 哥 你别生气 为了这种女人不值得 秦英素她处心几率 嫁给你就是为了钱 我早说过你非不信 现在怎么样 她早就跟那个黄家闻 搞在一起了 但我们江家都是傻子吗 这次你必须得跟她离婚 我咽不下这口恶气 你早就知道他们俩在这儿了 没有 我就是路过 你跟踪秦英素 对 怎么样 我就是跟踪她 我敢做敢当 我不像她 再加装嫌妻凉 我出门就给你戴绿帽子 好 我告诉你 江总 你也来找秦英素姐 她在楼上吧 你谁啊 你也找秦英素啊 我是这只广告副导演 小姓赵 什么广告啊 你们今天在这儿拍广告吗 对 外边现场已经布置好了 导演让我过来看看 英素姐 什么时候能过去化妆 谢谢 江总 那我上去看英素姐了 哥 你干吗去 回头再给你算账 去吧 英素 人呢 不是 说黄佳文陪着英素姐呢 你这人呢 别接 别接 怎么了 为什么不接 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这样 特别是江村 英素 你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 我怀孕了 怀孕 这孩子 我跟江村结婚一个月后 就没再通过床 这孩子是我的 你高兴什么呀 你这样会害死我的你知道吗 好 不说不说不说 霍老师啊 咱们看门县山的说啊 前两天有一个人来找你 说你在幼儿园 之前的幼儿园出来 说了点事 嗯 我这心里就犯嘀咕 给你们之前那幼儿园的园长 王园长打了个电话 了解了一下 你辞职的原因 园长 我能问一下 我那个同事姓张吗 不是不是 他姓陈 他说他是你的未婚夫 可是他向我问你的电话号码 我怕给你找麻烦 所以就没有告诉他 我不要问你 我会问你 帮我帮你退去 你几个小医生 分手了 拜托你不要再来 打扰我的生活 小植 小植 我们见一面好吗 我现在就在 你幼儿园门口 你和我妈之间 有什么误会 总要说清楚才行啊 小植 你要是不出来 我就一直在这儿挡 我上辈子 是不是欠你的 我三年的青春 就换来阿姨的侮辱 我好不如找到她不做 被你研究化就没了 水里收缩 我求你 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乖乖做你妈的乖儿子吧 小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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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早走了 我这是公用电话亭 小植 小植 喂 腳怎麼了 剛才不小心崴了一下 去了趟醫院 站著別動啊 來 把這個先換上 我自己來就行了 來 換上 走 走吧 好 站好 別動 上車吧 方便說呢 我今天自己開車了 你自己開車 你不是一直都不敢 開就開了 我已經跟他們說 讓他們收工了 回家吧 在這兒我一分鐘 都待不下去 收工了 這廣告一天得損失多大 你覺得我賠不起嗎 但是 剛剛的事情 不用說了 我誤會了 你真的相信我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你也不會跟黃嘉雯在一起 要不你也不會嫁給我了 上車吧 去掉行的 你也不會 我本身衣服 上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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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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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去上海了 为什么 克里斯被我请到了秦岛 这次人家可是力挺你啊 和咱们并肩作战 要知道 世上没有该吃的午餐 还看什么条件呢 别人我不知道 但是克里斯您应该了解 放心吧 好 不过我不去上海这件事 先别跟别人说 主要是别告诉秦英素吧 知道就行 还问 我这儿有点事 先不说了啊 好好好 屏幕 温尔 行 Teams ну じゃあ 公司 公司 将军 你生什么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照片 发到朋友圈里面 现在全公司 我的朋友们都看到了 你还知道丢人 你什么意思 昨天那件事情 还没有解决 你哥儿跟你嫂子道歉 你道歉 我删除了照片 我又没错 我凭什么道歉 算了 算了 波尔也不是有意的 是吧 波尔 秦英苏 你少给我装好人 昨天我朋友 可是亲眼看见 你跟一男的进出酒店 我告诉我哥有错吗 黄佳文是我的经纪人 我跟他一起出去应酬 很正常 而且有很多人的 只是拍到了我们俩 经纪人就得勾建大倍啊 那我喝多了 他服务一下不行吗 江村 你快看看 波尔是真的误会了 波尔 我昨天刚刚学会 怎么用这个软件 我准备把你的照片 做成表情包 一起发出去 那样你就火了 你威胁我 你说是就是了 反正你道歉 我删除照片 行了 行了 哥 我道歉 我以后再也不关 你跟我嫂子的事了 行了吧 不行 道歉 要讲究态度 要真心诚意地道歉 再来一次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把照片删了吧 要发出去一波 还怎么不人了 算了 算了啊 好了 你嫂子大人不计小人过 算你走劣 我今天去上海 今后不许再搞事 否则我跟你不缘 来 明白吗 嗯 吃吧 赶紧吃饭 别生气了 喂 姐 说得上那机票看见了吗 我看到了 这 这是 知道你刚丢了工作 心情肯定不好 给你订了机票和酒店 让你出去好好玩玩 还是算了 这事啊 你就得听我的 出去玩两天 然后回来好好工作 整个人都会不一样的 好吧 谢谢姐 好好玩 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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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哥呢 去上海出差两天 咱们俩趁这个机会好好谈谈 我跟你有什么可谈的 别以为我跟你道了歉 你就蹬鼻子胜利 伯儿 你之前跟踪我 我心里也很生气啊 不过我还是想趁这个机会 咱们俩能和平相处 和平相处啊 嗯 想的呗 秦英苏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跟你道歉呢 是看在我哥的面子上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也不要以为 我就真的可以接受你了 你也别那么早下结论 这样吧 我这两天去我妈那儿住 你呢 好好想想 毕竟咱们俩来日方长 不能总这样算计来算计去 你说是吧 马杰 哎 帮我收拾一下东西 我要出去住两个 哦 好的 嗯 英苏 这个你带着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安医生给你开的 补充孕前营养药 说配合中药吃呢 会促进怀疑几率 哦 知道了给我吧 嗯 记着吃啊 嗯 你这样容易导致胎儿畸形 你知道吗 你也太不负责任了 你如果想让孩子正常发育 就需要安胎 那现在胎儿怎么样啊 目前看来不太稳定 上次我给你开的安胎药 你记得按时吃啊 新年 erfaring 行 要 joy 学队 我们赶着办登机牌呢 能不能快点 第一次坐飞机啊 对不起对不起啊 第一次坐 很快 谢谢 来 这位女士 旅途愉快 谢谢啊 安姐姐请您好 你好 还有两个小时 供问吧 可别再像以前那样啊 放心吧 交涉特别丰富 绝对不会出现上司的 最好是这样 对了 我这次呢 带来了对方的合作班 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 好好得再准备一下 要找出机会 谢谢大家